如果说在街拍摄影界就只有可乐彪莱卡和我们介绍过的理光GR 那我想今天我们来介绍的这个相机系列会改变你的想法 没错,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富士的旁熟相机X-Pro2 一个有着德国面孔的日本相机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问我关于X-Pro3 但X-Pro2依旧是一款不逊一心机 并且十分值得你购买的机器 周期视频我们会抽奖送出一台相机 关注、转发、评论并且投币的观众 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台佳能旁熟相机 X-Pro系列作为富士相机中的旗舰 相片的植树色彩效果非常棒 加上照片模拟的加持连上手机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了 毕竟富士是做照片的老厂 色彩科学那当然是不用说的 数据完给小姐姐拍照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不修图就直接给小姐姐看的 为什么说X-Pro2现在依旧值得购买呢 当然X-Pro3也是相当值得购买的 如果你觉得钱多的没地方花 X-Pro3除了比X-Pro2多块小屏幕和一块高刷金率的电子取景器 我觉得它跟X-Pro2真的没什么区别 而且你都有旁轴了 电子取景器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为什么说X-Pro2是一台十分出色的接拍相机 第一点肯定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胶片模拟 这一点真的不输李光的色彩余设 甚至比富士的胶片模拟更加出色 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具体哪一个颜色更吸引人 还是取决于个人爱好 第二点就是富士那从德国接来到旁轴 也是十分出色 人物还没走进来取景范围 摄影师就已经瞄准他了 第三点就是这个摇杆 可以帮你快速的选择对焦范围 这点对于接拍摄影师来说 简直不能太完美了 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在接拍的时候遇到下雨 它还有着良好的防御性能 X-Pro2极强的天气应对能力 我真心没话说 去南极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 对于我这样一个没钱的接拍旁车迷 除了玩胶卷之外 我觉得旁轴相机里最好的选择就是X-Pro2了 而且最近X-Pro3上市 X-Pro2的大降价 相当值得选择 不仅有着莱卡一样的外观 又有着理光般出色的色彩 我觉得X-Pro2这真的是综合 所有接拍相机的优点 极深的相机 非常值得购买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有钱的观众 我的建议是买莱卡 毕竟莱卡买的就是情怀 X-Pro3